那你问 今天各位有没有天天听到 讲到 今天说太多信息了 大量 所以这个时代的信息大量 而且有时候不归正混乱 但是我要说的 其实今天的以赋索就好像网站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网站时代 人天天去的地方当时候是以赋索 今天你们天天去的地方是哪里 这个 早上起来就看 晚上睡觉前也看 中间也看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 现在你们有没有问 为什么牧师各地去 除非各位拜一到拜五 各位愿意跟我一起 天天在 不是推篮如雪房 基督生命堂 天天讲 天天录 天天放 所以也不可能 对不对 这个时代 但是牧师到处走 每一个城市讲 为什么每一个信息不一样 像这个群众这样 像那个群众这样讲 有这个问题的教会这样讲 有时候有非信徒来的时候 有一点不道性的信息讲 不一样的信息这样讲着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信息 其实真正的福音施工是话语施工 你需要到 你不是听一篇 被激动 人奉献 不可以的 人的思想要归正 心意要被夺回 降福与基督 那天天 那纯正的 全备的福音 那个真正能够把人 从罪中救出来的福音 能够建立教会的福音之道 天天传出来的时候 人一直听 一直听 就每个礼拜 一直这样讲着 传讲着的时候 我其实也一直想着你们 也想着全世界的 每个礼拜我就收到信 牧师 你每篇道 我们跟着 我们才很多地方觉悟 现在归正 才知道我的教会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生命走不出 这个东西是 人一直听当中 明白过来 然后才夫妇关系恢复 跟儿女的关系恢复 对金钱 财务的东西 亲看 这些方面 就是人真的 借着遇见神的事情 才会发生的 所以其实我这样讲 我们现在我们基督生命堂 做的整个的施工 其实不是牧师 喜欢宣讲 其实是效法 神借着保罗 在使徒行传做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了 所以这个不是 人想出来的方法 这是圣灵带领 只有这个神的话 一直传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就感觉到 这是不能被阻挡得到的 人的思想改变 生活改变 家庭改变 人就信 然后他把福音 带给旁边的人一起来听 然后全部改变 对不对 然后一个地区 就这样被赢得了 一个城市 就这样被赢得了 各位 这个才是真正的 传福音工作 不是搞华阳 搞中秋节 你要搞也可以了 大家来吃月饼 完了之后去哪里 就等下一个中秋节 能不能过到 另外一个中秋节 还不知道 就这样 做这个东西 随走随传 只要这个历史 还没有停 主还没有来 每一刻 每一个时光 每一个机会 也现在有这个网络 人一起来 就进到这个地方 他应该要听到什么 所以长的信息 短的信息 什么信息 什么答案的信息 全部就出来 这也不是一个 仆人 你要做就可以做的 神把我们带入 这样的光景 是透过什么 透过试炼 透过疫情 透过我们两个崇拜 变五个崇拜 然后我们一直这样 传讲神的信息 一直要揣摩 然后这个当中 我们当中 你就发现 传到人起来 传神的道德 我们的牧师 传到长老 这样起来 继续这样做的时候 我每日的以马内利 这样做 你就发现了 这个不是单单 好像去上一门课 不是这个 福音是神的大能 对不对 你有论证 论据在里面 但是有生命 生命的道一起 我结合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助帮助我们 各位 如果你们现在 在这间教会 我每一周 每一周 跟你们讲的道 是确认 告诉你们 其实这个教会 不是没有方向的 但是这个 整个教会的方向 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意向 我们要一年之后 教会一千个人 这个没有意思 你一千个人来做什么 在新加坡这边搞什么 这个不是只有这群人 全世界 主的子民 被神的道得着 教会归正的事情 主的荣耀 再次在神的子民当中 彰显出来 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求主 给我们这样的开启 给我们这样的看见 让我们看见 我们先求神的过生的 以这一切 要加给我们 阿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